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川普是2024最适合美国的总统 很多人说 川普为了美国利益怎样怎样 但是其实不是的 他只是用尝试 那 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他们是怎么批评川普呢 就是 我来share给大家看 川普 川普就是 简直就是要把普丁要的 全部都给普丁 他背叛了我们 那一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 他 他在邀请俄罗斯来攻击我们的盟友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呃 就像台湾媒体在攻击川普的片段 我做了一件事 我做了一件事与 NATO 我给他们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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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 spreading 他们喜欢看 我来门 我确定 我说 你说得方畅 他们说 我说 我方百 Lam 一位美国写 ke 叫 Well先生 如果我们无赔 如果我们 Herausforder 你能抹ين我们 你没有针 你没费 你 他说 Yes, let's say that happened No, I would not protect you In fact,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You gotta pay You gotta pay your bills And the money came flowing in Yeah,上面講的就是 川普最後一句話 大家就開始付錢了 And then money started to coming in 這個是重點 台灣的媒體不管是藍的還是綠的 資源全部都從CNN來的 都從MSNBC來的 我真的不知道台灣的政府 跟媒體到底都在幹什麼 川普在位的時候 台灣比較有尊嚴還是 拜登在位的時候台灣比較有尊嚴 川普在位的時候台灣比較安全 還是拜登在位的時候台灣比較安全 蔡英文當選的時候 川普跟蔡英文的通話祝賀 賴清德當選的時候 拜登馬上出來說支持一個中國 反對台灣獨立 這還是三例新聞 然後台灣的新聞在那邊 爆新聞反川普挺拜登 TVBS就算了 國民黨挺中國 希望中國有一天 趕美超音 變成世界強國 很有面子 但是很明顯的 民進黨跟國民黨 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很少提到台灣的新聞 今天為什麼會提到 我的節目最後會講 先回到美國這邊 左派在說什麼 川普在上面講說 在這個北約這個地方 這個講話的時候 然後其中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就問他說 如果我們沒有付這個北約的賬單的話 你會允許俄羅斯侵略我們嗎 然後川普就說 你沒有付錢 你就想賴賬啊 我為什麼要保護你 我還會鼓勵俄羅斯去那邊做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這個服務 你就要付這個錢 然後呢 錢就進來了 現在各大報的這個頭版就是 川普背叛了北約的盟友 邀請俄羅斯侵略啊 但是這一切都是假的 真的都是斷章取義 真的就是 在用新聞的標題來欺騙大家 或許 因為我們常常看新聞 我們知道 川普在講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英文叫做 Busting Chop OK 中文的叫做 激將法 川普沒有真的在叫 俄羅斯侵略北約的成員國 美國的盟友 川普是在說 我很認真 付你該付的錢 這個是聯盟盟友的關係 我們都要為這個組織付出 你如果不付錢的話 你就自己看著辦 你欠北約的錢 你以為可以賴帳 沒有這回事 你想要有這個樣子的服務 你就要應該搜一搜你自己的口袋 付你該付的錢 執行你身為成員國的義務 美國跟美國的納稅人 沒有義務 要無條件的給你們服務 這個是川普在說的 這個說法是非常正常 而且是非常好 非常正確的 不過你的觀點是什麼 都是正確的 很多人認為說 美國只是這個地球上 眾多國家中的其中一個國家而已 美國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如果我們用這個觀點來看美國的話 我們只是 一堆國家當中的其中一個的話 然後我們跟其他的國家 有一個聯盟關係 叫做NATO 北約 我們都是盟友 我們都是夥伴 我們是平起平坐了 那當然大家就應該要為了這個聯盟付出 不是嗎 為了這個聯盟的安全付出 不是嗎 那有些人的觀點是不同的 有些人認為說 美國是世界的領導者 是一個掌握全世界的帝國 Empire 甚至認為說美國是世界的警察 我個人不支持美國當世界的警察 但是我也不認為說這個樣子不好 如果說這個世界需要一個警察的話 美國以一個基督教立國 最有道德 最有美德 帶給這個世界真正的共和制 還有現代民主制度 帶領史上最多人口脫離赤平的美國 來當世界的警察是最好的選擇 而且這個觀點其實比前一個更符合現代的事實 那如果以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美國是一個全球帝國 然後北約組織只是一堆 美國的附屬國 附庸國的話 那他們就應該要付錢啊 因為附庸國跟宗祖國是要進貢的 在歷史上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中國最了解這一點才對 韓國、越南、緬甸都做過中國的附庸國 都要進貢 英國第一次試圖要跟中國建交的時候 派了馬加爾尼使團過去一個大使團 國跟國之間平等的關係 然後在他的小船上面插了一個旗子 上面寫著是英吉利共使 史書上記載的更誇張 紅毛英吉利國王差遣使臣跟天朝進貢 這段中國歷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的有趣 讓我們可以看到傲慢的下場 總之國跟國之間的聯盟 不管是平等的還是中祖國與附庸國的關係 都需要經濟付出 建立一個聯盟組織 是所有的人都必須要付出的 唯一可以合理化這個北約成員國 不需要付任何的錢的觀點 就是美國什麼都不是 美國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只是一個稅務農場 而我們美國人存在的目的就是當奴隸 然後把我們的稅金全部都送去給其他的國家 去做別的國家的建設 讓烏克蘭跟北約的成員國的人民 當億萬富翁千萬富翁 或者是資助這些全球主義的精英 讓他們可以每一年去瑞士 開個什麼世界經濟論壇 事實上就是沒有任何有常識的人 會這個樣子看美國 除了想要徹底摧毀美國的民主黨 跟在美國這邊的左派 這些人是壞人 這些人是神經病 這些人是Joe Biden 所以不管你是一個愛美國國民主義 美國愛國主義 或是你是個美國帝國主義即先鋒 不管你的方向跟觀點是什麼 北約的成員國北約的同盟國都應該要付錢 川普剛剛講的那一段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他的方法很有用 這些欠錢的成員國乖乖付錢了 北約的規定跟美國在北約的這個政策 原本就是必須要這些成員國都必須要付錢 都必須要資助這個組織的 要合力的維護彼此的安全 但是北約的成員國都懶得管 都賴帳 因為他們知道美國的總統很軟弱 沒有腫 然後川普上台就跟他們說 你們就是要付錢 你們就是要付出你們應該要付出的責任 然後他們還可以訪問 各位可以想想看 是有多麼的羞恥 多麼的羞辱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美國人的話 你想想看他們是怎麼樣看你的 川普說你們要付錢 然後他們的回應是 是喔我們真的要付嗎 我知道這是你在說的啦 但是我們真的要給錢嗎 然後川普就說 對啊 然後他們就問說 喔是齁 那如果我們不付這個錢的話 會發生什麼壞事嗎 會有什麼壞事發生呢 會啊 我不但不會阻止普丁 我還會鼓勵普丁去他們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成員國就乖乖付錢了 或許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在付保護費跟黑幫一樣 或許這不是自由派的精英 左派的精英喜歡跟彼此溝通的方式 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很公平很合理 非常男人跟男人之間 國跟國之間溝通的方式 溝通的形式 我最近在讀以西結書 十六章那邊 我不知道各位讀了之後有什麼感覺 神就是在罵以色列 罵耶路撒冷 神一開始說 你看我對你們多好 保護你 讓你成長 讓你變成了一個這麼美的一個國家 然後你呢 你卻行淫不檢點 跟妓女一樣 誰對你好你就跟誰行淫 但是實際上你連妓女都不如 以西結書十章三十到三十四節這邊說 主耶和華說 你行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恥妓女所行的 可見你的心是何等的懦弱 因你在一切事口上建造圓頂花園 在各街上做了高台 你卻藐視賞賜不像妓女 唉 你這行淫的妻啊 寧肯接外人不接丈夫 凡妓女是得人贈送 你反倒贈送你所愛的人 賄賂他們四為來與你行淫 你行淫與別的婦女相反 因為不是人從你行淫 你既不贈送人 人不贈送你 所以你與別的婦女相反 神在這邊說的很重的話 妓女都比你聰明 妓女都還是收錢的 她們的行為很糟糕 你更噁心 凡妓女是得人贈送 你反倒贈送你所愛的人 賄賂他們 從四為來與你行淫 就是你被人怎樣怎樣了 你還付人錢 讓他來跟你怎樣怎樣 你就是一個被捅的一個嫖客 你連妓女都不如 這個就是我們美國的情況 我們付了這麼多的錢給烏克蘭 得到了什麼 這個是2023年的數據 美國給了烏克蘭戰爭750億 得到了是什麼 是我們的參議院通過了一張950億的支票 還要給烏克蘭跟以色列 然後跟我們說的理由是 他們要守護我們的南方邊境 守護的方式是 就是讓更多的非法移民 合法的侵入到美國 我們的國家真的是 連妓女都不如 各位 牧長 童工 牧者 這些是聖經說的 是聖經的話 以希結上面說的東西 我們的國家在支持這個樣的事情 就是在支持我們不斷的墮落 連妓女都不如 美國的中文裡面有一個美字 神對我們非常好 透過聖經的價值觀 我們成為了一個美麗的一個國家 然後現在 我們真的要好好看一下 以希結十六章 裡面還有講到什麼 殺自己殺死自己的孩子 焚燒自己的兒女獻給偶像 好那我們就來講一下台灣 跟台灣的政府 跟媒體 你們在持續支持拜登政府 就真的就是在行營 有人留言說 真希望台灣也有這個樣子 用聖經價值觀探討議題的頻道 但是沒有 台灣的保守派少得可憐 國民黨沒有要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國民黨現在只想要變成一個 中國名稱下面的一個台灣島島主而已 很多國民黨的基督徒認為說 拜登對中國好 所以挺拜登 教會花了一堆會眾的錢去中國建學校 然後拿著基督徒的錢 在中國大陸掛五星紅旗 民進黨也是 你看看三立新聞 全部都是在攻擊川普 而且還很開心的認為說 民主黨好棒 950億的預算 也有包含台灣在裡面 拜登好棒 全部都是假象 民主黨掌控下的美國 連妓女都不如 民進黨掌控的政府 卻還是以妓女的身份 跟連妓女都不如的政權行營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我個人認為就是因為 台灣沒有基督的信仰的基礎 台灣的基督徒跟教會 也沒有什麼影響力 乃哥在選舉的時候 台灣選舉的時候 出了一個影片 有觀眾跟我們說 他看完了之後 他怎麼去買乃哥這個樣子 乃哥怎麼沒有表態 沒有說要選誰 我必須說老實話 如果我是台灣基督徒的話 台灣的選舉 我也不知道選誰 兩個黨基本上都不反對同婚 兩個黨都沒有任何的方向 兩個黨都只是在玩政治遊戲而已 兩個黨都分不清楚對錯 而美國的這兩個黨 共和黨民主黨 也越變越像台灣的兩個黨的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